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雁集的比喻是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主播声音将学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同时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院席,请了许多课 到了作息的时间,打发仆人去对所情的人说 请来吧,样样都齐备的 众人一口同音里推辞,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转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那伯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族就顿怒对伯人说,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平群的,肠肺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坐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黎巴那里,勉强能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能,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 那么在上一次课当中,耶稣用婚宴宾课的比喻来教导傲慢的事情 法利塞人需要听到这个教训的 因为在犹太社会,关于傲慢方面,很少能够有能与法利塞人相抗衡的 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很高 认为因为他们是虔诚的,所以上帝就一定会接待他们 而耶稣的教导却正好相反 他说,谦卑的人将被上帝高举,狂妄的人将被贬低的 当我们被引诱变得傲慢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的 那么回到第15节 而耶稣一起吃饭的一个能,也就是法利塞人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能有福了 那么耶稣关于谦卑的教训对他们来说 似乎是一只耳朵近的,却从另一只耳朵出来的 这个法利塞人完全没有理解 刚刚关于婚宴宴客比喻的意义的 并认为耶稣肯定是在高举他们 他们会在上帝的国度里吃饭的 耶稣也没有生气 也没有说这个人是白痴 而是讲的另外一个比喻 即大宴席的比喻 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 是说有人正在举行 分身的宴席并邀请了许多人 那么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 那个主人就对仆人说道 去请客人来敷衍 但是被邀请的客人都没有来 而且是都以不能来的理由为借口 并要求原谅 那么要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例子 都不是他们不可能来的正当理由 那么这些人不想来 所以就找了借口说不能来 不能就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主人 主人自然就生气了 但是他也没有取消说 这个大宴席 而是派到仆人到街上去把群人 长肺的瘸腿的瞎眼人 都请来参加的宴会 这些人正是耶稣在本章前面所说的 瓦利沙人应该邀请他们 而不就回报了人 那么仆人就按照他的吩咐这样子做了 但是之后仍然有一些空位 所以主人就吩咐 仆人出去 无论找到谁都请他们进来 这样子他的屋子就可以被填满了 那么至于那一些之前被邀请的人呢 他们谁也不会尝到主人的晚餐的 这是一个相当刺耳的故事 当你考虑到 法利塞人和一般的忧太人 他们是最初被邀请参加大宴席的人的 上帝给了他们摩西的绿华 以及光与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预言 换句话说 他告诉他们有一场圣燕 并邀请他们参加 但是他们却杀死了先知 拒绝了耶稣 想出了各种借口来解释说 他们为什么不能顺服的 比如说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耶稣每个人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耶稣也没有成为 我们希望他要成为的那个国王 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说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 这些都是当时和今天的人们 用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服从耶稣的借口 但这就是他们的纯步的 就是借口的 法利塞人具有以色列以外的国家 及外邦人所没有的优势 然而 但犹太人拒绝基督的时候 上帝完全愿意 并且能够让那些拒绝他邀请的人 遭受冷落了 如果那个狂妄的说 在天国里吃饭的人 明白这个比喻 他应该知道 耶稣是在说他 并不在天国里 所以他是不会得到任何祝福的 如果那个人真的想成为 这个王国的一部分 他就要谦卑地悔改 并且服从耶稣的教导 那么在今天 上帝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圣验 也就是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们会因信心 谦卑顺服而得救 还是要拒绝邀请而迷失呢 答案将决定 我们是在天堂 还是在地狱中远生 那么你今天 会顺服基督耶稣吗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 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